和长冰突然造访 所为何事啊 姨太妃 长冰上次对皇婶多有得罪 回宫的这些日子 谨失难安 父皇也骂过长冰了 你就答应长冰 让皇婶进宫 长冰要好好地补偿他 芸汐啊 你怎么了 想来是公主 在天牢对我铺的那些冰水 冰海入体 固成顽疾 总也好不了 长冰 你也看到了 不是你皇婶不愿陪你进宫 只是他身体虚弱 这进了宫 没有帮你分忧 反而传染给你 伤了你这金枝玉叶 你说哀家 如何向你父皇 还有太后赔罪呀 太妃 长冰不在意的 长冰就是想让皇婶进宫 否则长冰这里 妹妹 你看 这都是小孩子的事了 我们这些老骨头 就不要管了 姐姐说得是 是 芸汐啊 瞧瞧你这身子骨 这万一进宫了 路上吹了风 病情加重 你说母妃 如何向非夜交代呀 她一定会说我这个当婆婆的 没有照顾好你 你们两个兜法 要把我扯进去干嘛 但母妃终究是母妃 胳膊中 还是不能往外拐 母妃说笑了 殿下的性格 臣妾知道 她就听您和陛下的话 孝爺您还来不及 怎么敢怪罪 母妃的关心 臣妾谨记于心 长冰 皇婶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的心意我领了 等我好了 自会进宫 今天 你就和太后娘娘先回去吧 你 太妃 皇婶要是病情加重了 我负责 我来负责成了吧 就让皇婶跟我进宫吧 这个 皇祖母 你快帮我劝劝啊 皇祖母 妹妹啊 长冰啊是个急性子 如果今日秦王妃不能进宫的话 恐怕她会闹得哀家 跟她的父皇都不得安宁 姐姐 这都是小孩子的事 咱们大人就别掺和了 皇祖母 妹妹 就算姐姐求你了 长冰这孩子啊 打小就没了娘 好 除了我多疼疼她 还会有谁啊 你就满足她的心愿吧 我们的马车就备在门口呢 顾太医啊正好也在宫里 让她呀 也替芸汐调理调理身子 你就让芸汐去吧 嗯 嗯 姨太妃 送我求求你了 那好吧 芸汐 你就进宫去吧 是 谢谢姨太妃 谢谢姨太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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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